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载主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施工 首先在十八章一到十四节 写下主耶稣的两个比喻 我们先来看一到五节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这个官 很像当时被罗马政府或者西律王派驻在各地的官员 他们唯利仕途 一个没财没事的寡妇 根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但是因为这个寡妇够坚持 所以她最后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我们继续看六到八节上半节 主耶稣说 一个不公义的官 尚且因为寡妇的恒切祈求 而成全她的心愿 何况信徒恳求的对象是公义的神 她岂不是更愿意更快回应吗 在第八节下半节 主耶稣接着说 主耶稣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 很难找到真正有信心 一直坚持祷告下去的人 祷告还应该有什么心态呢 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 写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三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 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塞人站着 自言自语地祷告 说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提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祷告者 其中一个是自以为意的法利塞人 他们的祷告内容 好像在向神邀功 也好像在控告那个税吏 有关禁食 旧约律法规定 每年到了赎罪日那一天 才需要全国禁食一天 法利塞人为什么一个礼拜 禁食两次呢 据说星期一和星期四 是耶路撒冷有市集的日子 人特别多 法利塞人就将自己弄得 让人看得出他在禁食 以博取人的赞赏 至于那位税吏的表现 就刚好相反 他远离人群站着 诚心地向神认罪祷告 结果怎样呢 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胜为高 主耶稣说 税吏才被算为义 意思是 税吏的罪被神赦免了 而那个法利塞人 因为没有自知之明 就不肯认罪 结果他在神的眼中 还是个罪人 主耶稣已经不止一次强调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可见神很不喜欢人 自高自大 他喜欢人谦卑 讲到谦卑 主耶稣是最好的宝样 连小孩子他都不会轻视 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例子 写在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 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这里特别提到 被抱来的是婴孩 犹太人有个习惯 就是当孩子满周岁的时候 就抱去给一位 受人尊敬的拉比祝福 门徒当时阻拦他们 可能是因为 不想主耶稣太过疲累 不过主耶稣 总是不顾自己 只顾别人的需要 他还拿小孩子 做例子来指出 要好像小孩子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小孩子很单纯 很信靠父母 我们就要好像这样 很单纯地信靠天父 接着在18到23节 记载主耶稣 和一个观讨论 进入天国的条件 有一个观问耶稣说 良善的父子 我该做什么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贱圣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这个观是犹太人当中的 一个领袖 很有钱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 还提到 他是个少年人 他在今世 这么年轻 已经名利双收 他希望将来 在永世里面 也有把握得到永生 主耶稣首先问他 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神的诫命的精华 就是十条诫 写在出埃及记二十章 一到十七节 十条诫的前面部分 是针对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而后面的部分 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去对照一下 就会发现 主耶稣问他 有没有遵守的内容 是属于后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位少年的观说 都遵守了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写着 主耶稣看着他 就很喜爱他 不过主耶稣接着 就要求他变卖一切的财富 去周济穷人 最后还要来跟从主 然后他就可以进入天国 得到永生 可惜他不愿意 接受这些求求 就很忧愁地离开了 可见他很爱他的财富 财富可能已经成为他的偶像 代替了神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 他不肯跟从主 也显示出 他只认识主耶稣 是一位良善的夫子 并不认为主耶稣 是他的救主 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说了十分感叹的话 我们来看二十四和二十五节 耶稣看见他就说 有钱财的人 尽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财主尽神的国还容易呢 关于骆驼穿过真的眼这句话 有人解释说 耶路撒冷的其中一个城门旁边 有一扇小门叫针眼门 只能够让一个人走过去 所以骆驼不可能紧过去 又有人说 主耶稣用的是当时拉比常用的夸张教学法 故意用巴勒斯坦最大的动物骆驼 来和最小的针眼来做对比 无论如何 主耶稣要强调的是 财主想靠自己的钱财进入天国 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来看当时在场的人有什么反应 写在二十六到三十节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彼得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 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 不得百倍 再来是不得永生的 在当时在场的人眼中 这位少年官又有钱又有品德 他居然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其他人岂不是更没有希望 主耶稣怎样解答他们的困惑呢 主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意思是 人根本不可能倚靠遵行诫命 或者倚靠自己的财富来得救 而是要完全倚靠神为人预备的救恩 使徒彼得当时听了主耶稣的话 可能也有点担心 虽然自己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主 但不知道是不是就有资格 进入神的国得到永生 于是 主耶稣趁着这个机会 向所有舍下一切跟从他的人 保证说 神一定会在今世百倍的少赐给他们 在来世也赐给他们永生 到这个时候 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写着 主耶稣第三次预告 他将会好像旧约时代的先知 所预言的那样 要受死和复活 不过门徒还是和前面两次一样 没有进入情况 他们的心情继续停留在 跟从主会得到什么赏赐 下一个场景就是 主耶稣已经来到耶路撒冷 东北边的耶利哥城 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耶稣将进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坐生 他却越法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耶利哥城有新城和旧城之分 在主耶稣传道那个时代 旧城大体上已经荒废 大西律王在他的南边 建了一座新城 主耶稣当时可能是从旧城去新城 根据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 在路边讨饭的瞎子名叫巴迪买 他虽然看不见 却听得见很多人经过的声音 所以他忍不住抓住一个人来问 那些凑热闹的人 只向巴迪买介绍说 这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 当时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拿撒勒在当时 没有什么好名声 相信之下 瞎子巴迪买就比他们 更加认识主耶稣 因为他一听说是主耶稣 就不顾一切的大喊 大卫的子孙 对犹太人来说 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 特别是指弥赛亚 巴迪买虽然肉眼瞎了 但是心也却一点都不瞎 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反应 写在四十到四十三节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于神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主耶稣听见巴迪买的呼喊 就叫人将他带过来 主耶稣明知瞎子的需要 为什么还要问他呢 根据主耶稣后来对他说 你的信救了你来推测 主耶稣问他是想考验他的信心 例如我们拜托一个人 去做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必定是相信对方有这个能力 主耶稣的能力毫无问题 所以人有没有得到医治 就要看这个人的信心和动机如何了 主耶稣进入耶利歌城之后 又发生了另外一件很精彩的事情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四节 耶稣进了耶利歌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 必从那里经过 耶利歌城当时非常富庶和繁荣 这里出产的枣子和香油 被罗马人运到世界各地去卖 所以它是罗马帝国的 课税中心之一 撒该就是这个地区的税吏长 税吏多收的钱归给自己 可以致富 税吏长肯定更加富有 更加令人厌恶 撒该生得矮 他想看见主耶稣 但是没有人愿意给他让位 他只好爬上一棵桑树 桑树的树干强韧 不会太高 而且枝子向四面伸展出去 从树上看更加清楚 不过一个很有身份地位的税吏长 爬树真是有失尊严 撒该这种不顾面子的举动 就显示出他真是很想看到主耶稣 结果怎样呢 我们接着来看五到九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主耶稣经过 一抬头就看见撒该 他向撒该讲的话 有两点令人很惊讶 首先是 主耶稣叫得出撒该的名字 另外一点是 主耶稣对撒该说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听起来好像是老早安排好的 不是临时的决定 难怪撒该受宠若惊 高高兴兴地将主耶稣 接回家里去招待一番 撒该接待主耶稣之后的表现 也令人跌破眼镜 因为本来爱财如命的他 居然愿意拿出一半财富 去周济穷人 而且还要四倍补偿 他欺诈过的人 撒该当时是站着讲的 表示出他很尊敬主耶稣 也很慎重其事 撒该的改变就证明 他真是得到救恩了 因为只有主的救恩 才能够使人有这么大的改变 再接着的第十节 写着主耶稣说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写的这节经句 非常清楚地点出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 主要目的和任务 就是要为全人类带来救恩 这里的失丧 特别是指放错地方 换句话说 人因为犯罪而离开了 原来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 主耶稣来将我们放回去 我们被主放回去之后 应该会有很明显的改变才对 在接着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 再次提到 当时的犹太人 非常关心神国的来临 而且希望神国快一点来临 于是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 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 有一个贵奏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定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死者随后去 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 做我们的王 他既德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 赚了多少 这个比喻讲到 有一个贵族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他给每个仆人一垫银子 去做生意 当时一垫银子等于一百个银元 也就是工人一百天的工钱 不算少 主人并没有规定 仆人要怎样运用 所以仆人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去发挥他们的才干 贵族本国的人在他离开的时候就造反了 等到这个贵族回来之后 就和他们一一算账 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顶 主人说 好 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世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顶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赚了十顶银子的仆人 显然比赚了五顶银子的仆人 更加能干 不过因为他们同样都很忠心 所以同样得到主人的赞赏 我们继续来看二十到二十七节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 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 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代理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只一定来 给那有十顶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顶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这里讲到 有一个仆人将他的一垫银子 缘分不动地藏着 而且还找借口说 是因为怕主人严厉 满不讲理 这个仆人真是自食恶果 主人就是照着他所讲的 很严厉地处置他 至于不欢迎这位贵族做王的人 就被除灭了 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带出一个属灵的原则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意思是 越肯摆上的人 蒙福越多 而越自私自利的人 连他本来有的一点点 都会变成没有了 我们也得到提醒 等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向他交账 但愿我们都被主称赞 从路加福音19章28节开始 记载了主耶稣在地上 最后一个星期的事迹 这一周又叫圣周 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19章28到35节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别看见一匹驴居 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 为什么解它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驴居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驴居做什么 他们说主要用它 他们迁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驴居是小宫驴 刚刚到了可以宰货的年纪 还没有被人骑过 主耶稣为什么选 没有被人骑过的小驴居呢 只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 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 神的选民 要拿没有被用过的身处 来献给神 第二 主耶稣骑着驴居 进入耶路撒冷 应验了撒加利亚书 九章九节的预言 讲到这位弥赛亚 万王之王是骑着驴居来的 表示他是和平之君 古代中东的君王 平日是骑着驴出巡 到了打仗的时候 才骑马 主耶稣就是这样 又和平又光荣地 进入耶路撒冷 我们来看当时的盛况 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 三十六到四十节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 铺在路上 将进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 一切异能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 说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 有荣光 众人中 有几个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夫子 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 必要呼叫起来 众人把衣服 铺在路上这个举动 有拥戴主耶稣 做王的意思 根据约翰福音 十二章十三节 当时他们除了 兴奋的大声赞美神以外 他们还手拿 棕树枝迎接主耶稣 有点好像我们今天 手拿着小国旗 迎接大人物一样 教会后来 就将这一个主日 定为终之主日 或者终数节 当时在场的宗教领导人 很清楚知道 奋主明来的王 是指弥赛亚 所以他们要求主耶稣 主旨门徒这么呼喊 主耶稣当然不会听从他们 因为这个是神所命定的事情 我们讲过 主耶稣几次为耶路撒冷哀伤 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 记载了他最后一次的哀伤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神 就为他哀哭 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将你的眼 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 逼诸取土壘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 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 眷顾你的时候 主耶稣哀伤 是因为他已经预先看到 耶路撒冷将来的命运 到了主后七十年 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 果然是筑起土壘 将耶路撒冷围困 当他们烧毁圣殿的时候 金子融化在石头缝里面 罗马兵丁就将石头 一块块敲开 挖走其中的金子 应验了主耶稣 欲先所讲的 连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其实在敌人 还没有来毁坏圣殿之前 犹太人自己 已经在糟蹋圣殿 我们来看四十五到四十八节 耶稣进了殿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 你们到死他成为宅窝了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 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 但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根据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的记载 主耶稣是在第二天去洁净圣殿 这是指主耶稣在主日 光荣进入耶勒撒冷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现今犀利的星期一 他当时所洁净的是圣殿的外院 一般人都可以在那里进进出出 没想到犹太人在那里摆起摊位 做起买卖来了 可能有人会问 难道在圣殿里面的祭司 不管他们吗 据说这些买卖和上一任大祭司 亚拿有关 是他的家族事业 如果献祭的人不在这些摊位上买牲畜 到了祭司那里可能就通不过 而且在圣殿这里买 比在外面买贵很多 难怪主耶稣说 他们将圣殿变成贼窝 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强调说 神的殿应该用来祷告 主耶稣的话也提醒我们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要尊重祂应该有的用途 好 在结束这次查考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当年圣件的情况怎样令主失望 就提醒我们 不仅要留意教会这个神的家 是不是陶主的喜悦 也要留意我们自己这个圣灵的殿 是不是陶主的喜悦 祈求天父时常洁净我们 奋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